看看你這邊能不能 看在家裡的身體 不好的面子上 不要繼續爆料了 就是汪曉飛 在11點06分 前一分鐘前 傳給我的訊息 同去年離婚到現在 你看王力宏現在都在休息了 汪曉飛還在繼續跑 太辛苦了 真的太辛苦了 好酸喔 汪曉飛被爆人前 韓告私下邱繞國在小可 借他曖昧超過10任 包含韓國妞 核彈警的物料其實是 事實上我這幾天發文所講的 這五個人 真的都有照片 絕對不是子虛無有 台灣狗仔小可陸續 PO出王曉飛和張茵茵 及其他女性的親密合照 讓王曉飛大爆炸 煩咬大S吃維京藥 每月跟他要100萬 時候坎坎三文 對解釋狗仔說的 出軌讀文女子 是子虛無有並喊高狗仔 他昨天把苗頭 整個指向大S 我覺得這次真的是 大S受災了 真的是不小心受到大S了 你偷吃的東西被抓包 換你每次扯到一個大S用 維京你好 這是什麼意思 這不就是在帶風向 這些東西我都以前很明顯告訴你 就是有五位 就只有五位的照片 我連數字都敢講給你聽的 我連場地都敢講給你聽的 你還告訴我 子虛無有 你真的對你做的事情 是完全健忘嗎 不要再騙大家了 那時候他有開口 就是問我說 錢的問題 汪曉飛就告訴他說 其實呢 他跟大S的相處上面一直來 都是有問題的 但是他們離婚到現在沒有不聯絡 他說他媽媽跟他其實就是心情夠快 也沒什麼惡意 我媽媽說要告你的 我不會告你的 我當時就有這樣講一段話 中間人就 這支烏了很久 我說你要講什麼就直接講 他說那是不是 有公關費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能幫他做一些正面的宣傳 正面的宣傳費用 他說這東西 我就不收 我也不做這種事情 過去張穎穎也在微博上面曾經說過 汪曉飛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他跟很多女孩都有關係 這句話也是張穎穎所講的 五位人是裡面都在大陸 其他的十位裡面 不只大陸人 還有韓國人 第一句知情人是告訴我 這些人的名字 這些人的職業 確實有圈內跟圈外人 大概是在婚內的哪一段時間呢 汪曉飛去年九月活得非常心裁 我最近流出來那兩張張穎穎 在KTV裡面跟他摟爆的畫面 也是在九月 當時有片訊息是 其實汪曉飛正在隔離 為什麼隔離 因為他要回來幫大S5的生日 但是他在隔離期間進來 訊息上面密會的是張穎穎 我有這樣的圖 有這樣子的電話紀錄 其實這件事情壓了大概也快要半年了 那我沒有丟出來是因為 我覺得人家都已經離婚了 那沒有必要再做操作 但是這一次他直接跟狗仔嗆聲 直接說批圖造謠 我覺得這個是狗仔隊最大的體現 從去年離婚到現在 你看王立宏現在都在休息了 汪曉飛還在繼續跑 太辛苦了 真的太辛苦了 結果直播進行當下 王曉飛正巧傳訊息 賴想安耐小哥 結果汪曉飛 剛透過昨天那個公關聯絡到我 他們拉了一個群組 看看你這邊能不能看在家裡的身體 不好的面子上 不要繼續爆料了 我這邊什麼能做的 你可以跟我說 這次萬曉飛在11點06分 十一分鐘前傳給我的訊息 我最受到消息張南住院 我收到的注意原因的時候 其實是大概他PO文說 大概是用了違禁藥 就大概那個時間 我推測也有可能是氣到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說我媽有時候急性指 最近幾年腦血管不好 經常發表一些言論 我也特別的難做 說完了他自己也不記得 這是大概在三分鐘前他跟我說的 他晚上說要溝通的時候 卻跟我講說 媽媽住院 我就直接告訴他說 你媽媽住院 昨天我奶奶淘氣 他馬上就叫公關說 給人家慰問一下 我慰不到可惜的東西 我覺得對方有在跟我打 但是他測了大S的文 但是卻沒測過 所以我不懂這在幹什麼 他提高的文字還在微博上面 轉頭來關心一下 藍姐他今早還是照樣直播 我也想 我也想那個休息會兒 但是昨天就沒播了 昨天就體驗了 那目前看來還算艱朗 還有體力教訓黑粉 給自己留印的寶貝 給子孫留的寶貝 藍姐善意的勸您寶貝 小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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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hhh P-P-P-P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